好 我们再来继续看吴诗文的课前咨询 我们的视频座谈 那刚刚我们是回答6月20号 这一位的先生是日籍人士的这一 这一位 那现在一样我们从有留言的开始 这一位 这个这一位是英文能力非常不好 我们看一下 他说他是英文能力非常不好 可是呢 他哦 这个是日本很有名的一家那个 这个料理学校啊 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几乎就是 就是直接直接直接上班去了 OK 我们看一下 英文能力非常不好 然后需要N1 要留学日本 专门需要就是上述这家 直击这一家 这一家的那个求利 求利身份外国 因为是要是学技术的 那我看 一周可以上课35小时 等于一天可以上课5小时 如果只有上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话 是一天上课7小时 没有关系 因为无私日文是以理解为主 不是以记忆 记忆的课程是你第一堂课 如果不懂 第二堂课就会不行 越来越上课就越来越不懂 无私日文课程是以这个理解为原理的关系 你可以等一下多看一些我们其他视频 然后就会知道呢 这个课程可以让你的日文学得很好 然后因为要去料理学要学东西 等于是师徒制不管怎么样还是写功夫的嘛 那在日本文化里面呢 这个前辈后辈的关系很明确的关系 所以在用语上啊 前辈会很照顾后辈啦 但是你后辈对前辈的这个用词啊 呃 日本人他很熟悉 他当然知道怎么用啊 对不对 然后我们不不会用的话就就会很辛苦啊 就会就会变成说上面的人用用的语言很客气 可是我们在下面的回答的话却很不客气 这个会会会正本末倒置啊 上下颠倒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不太好 所以我们建议呢 既然我们看一下哈 哈 这个是很明确的目标嘛 然后 需要到一千小时 目前是刚才看的是几岁 二十看一下 刚才看到是几岁 二十九岁 二十九岁 一千小时 好 呃 虽然说你你自己选的英文很不好 那没有关系 你拿到教材的时候 一样先上课 那上到说 哎 我应该来重新把这个 初中啊 国中初中的这些 或者高中的文化把它重新整理一下的时候 你去看我们的 课程里面最前面有这个讲哈 文化是什么东西 因为哈 一个语言只有三个东西 语言就是文化跟单字跟发音跟声音而已 那呢 单字的话有好的话用听力来背就好了 重点是文化 文化一定要就跟开车交通规则一样了 可是呢文化的交通的规则比交通规则显然少很多了 啊 形容词形容名词啊 副词形容动词哈 这些呢 基本这些文化 那我们把它归纳起来哈 只有短短那个 几十的可能一两个小时的课程而已哈 你把它呢 那个文化没有办法听一次就听懂了 要多听几次啊 多听几次 反正你上课 上到觉得说 哎 这个接下来我应该重新整理文化 所以你就回去听那个文化的课程 文化课程听完之后就继续来怎样的 刚才呢 延 延续的已经上到的那个阶段就继续往下上 好 然后呢 再过几天呢 再再回去重新看一下这个文化 啊 多看个几次哈 因为这个如果会的话 将来哈 你的英语也可以变好 哈 因为我们说过英语也是一样吗 文化单字跟发音而已嘛 哈 事实上我个人认为外星语言也是一样的 一定是形容词形容名词 他父子形容动词哈 这个在宇宙上应该是不变的一个原理 因为这个事物的最简单原理嘛 就好像0101哈 那个 这个 这个呢 基本上这个很通俗的一个原理就对了 ok 那 请你用这种方式 那记得嘿 哦 这个英文哈 没关系哈 那记得哈 当你用这一套把这个 N2N1达到之后哈 记得在日本 因为你去日本念书嘛 你在日本去找那个日本的中古书店 有个叫book off 到每个车站旁边应该都有了 一个蓝色跟黄色的 很到处都有了 好 book off 哈 事实上也可以从从台湾直接这个买哈 寄到朋友家再转来都可能哈 他的书籍虽然讲是中古书 可是每一本整理都跟新书一样 日本中古书店在整理这个 新书哈的那个 设备哈是很惊人的 像台湾早期啊 早期出版社的书不是都是寄卖嘛 那寄卖没有卖回来退回来 退回来是即使都是都是过去三年五年都摆在 这个书架上的话 还是会有灰尘嘛 因此那个编呢 都要重新怎样呢 要用那个把他一个刨的一个工具把他这样呢 把他刨干净啊 我刨的时候真的是这个尘埃满天啊 可是处理完之后整那个整个书的 叶编都是像新的一样 那日本就把它处理的跟新的一样 ok 跟新的一样 那 那 因为哈 这个 学这个料理里面料理有很多的手法 可能是来自法国料理的手法 那那个时候那个语言可能是法文的原文 那个不多 不用担心 基本上还是英文单字比较多了 英文的方式 那 用用怎样 用无私日文 这个课程里面 所提到所建议的这个方式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无私日文的分享系列 你到无私日文的分享系列 你可以看一下打下一个中日音 打下中日音之后按下这个查询 这里关键字你要查单字查什么都可以 或者你要只查 童年 你等一下我们查看 我们先看中日音 我们要看说 跟你同样年龄的人几岁可以学会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先看这个中日音 那按下去之后呢 就会出现了无私很多呢 关你怎样呢 这个 日音对照学习法的一些建议 你把它点下去 点下去 就会看到 这个是日文 这个是英文 ok 好 那我们这样表面看没有什么 像我们好 报告 报告的英文是什么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一定会马上讲 报告就是report吗 对不对 那么呢 啊 啊 联络呢 可能怎样呢 啊 这个 啊 这个communicate 然后contact 哈 这个都可能了 然后没有关系 可是当我们讲report的时候 事实上是讲到动词 那 因为汉字本身汉字单独汉字 所以我们不晓得这个字到底是什么 他可能是动词 也可能名词嘛 可是我们看 如果我们看了这里呢 他是写reporting ok 他写reporting ok 这个是动名词 这是动名词当作名词在使用 ok 那好 或者我们看一下 或者我们看后 在英文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单字最后是s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是负数 好 我们这个字不懂也没有关系 啊 不懂他什么意思 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某一个字的负数了 所以这个字呢 应该是名词 那这个字如果是名词的话 他前面因为是负数嘛 就有可能怎样呢 啊 有数词啊 除了他是集合名词啊 啊 他应该有数词来跟他讲 我我是两本书三本书会有会有数词 啊 或者呢 前面应该会有介细词 或者其他前面会有形容词 啊 那呢 事实上一个语言呢 啊 英文是靠这种方式来跟我们讲 或者我们看到同样一个s在这里 这个s呢 啊 我们看一下 哎 这个s呢 前面呢 我们不晓得他什么意思哦 只知道他前面是个it it是怎样 it是个名词呢 那怎么会两个名词在一起 哦 那我们想起来 如果我们想起来说哦 第三人称现在式的动词 英文是用一个s在做记号 哦 啊 这个s并不是负数 OK 因此呢 这个这个s在这边跟我讲 哎 我是动词哦 我是第三人称 那这样的话 我的前面应该有第三人称的名词 当主语才对嘛 OK 啊没有错的是eat呢 eat eat是第三人称 名词当主语 哦 所以呢 这里就是这样呢 这个啊 如果我们去查字典 或者我们有记得 哦 这个是意味 哦 eat 哦 这个东西意味什么东西呢 就是在这里了 哦 意味着这个东西就出来了 他能表示什么意思 哦 他是什么意思 他意味着什么意思 那无私日文学友因为呢 我们再看一下哦 无私日文学友是因为学到连一个斗点都会的关系啊 传统教学日文的课程 如果你手边有日文课程 你把它还一下 大概都长这个样子了 反正哦 一行字就到处空格了 到处空格 那真正的日文呢 事实上是是像这样子的 我看一下 真正是像这样 真正日文是没有到处在空一格的了 那这样的话怎么怎么读解呢 这事实上不要担心哦 传统教学法因为他是用背的 哦 他是这样跟他讲啊 这个哈 tele mi 哈 就是电视 那么哦 就是把把这个电视哈 那个mi nagara 表示呢 一边一边怎么样 啊 这个mi是看啊 一边看一边看电视 然后这 mang gohan 他讲这个 gohan 就是饭 晚饭哦 呢 哈 那么呢 把他这样啊 这个tabete tabete 就是吃那这里tabete 就是在正在吃 他跟你讲解说完就是 一边看电视哈 哈 一一边吃这个晚晚餐 然后是现在进行试 所以我们换成这样呢 一边看电视呢 一边吃晚饭 那都讲完了哈 啊 那这个饭再跟你讲 就是汉字那个饭 这个go呢 他可能有个可能跟你讲 这是美话语 就是乾隆玉兰 的那个玉的玉的玉字 玉字笔话太多了 直接写个go 这样就好了发音也一样 用这个发音来代表那个字 好 那解释完 啊 telebi 就是那个television 就是电 就是电视 啊 啊 这个minagra 就是看 啊 这个呢 milu 加上一边怎么样 啊 就看 他还没有给你 这个中间的接法 啊 或者这个 这中间呢 为什么要故意控一格 或者呢 不控一格 他不晓得怎么这样解说 所以 基本上就是这样讲完之后 就接下来就让你去背就对了 反正这一句你就背起来就对了 可是呢 如果遇到这种没有背过的就糟糕了 就不晓得怎么办了 这个四个no长在一起 不晓得怎么办 如果再看下一篇 这个呢 啊 12345 值得5个no 横的也4个no 呢 啊 随便就四个no 几个no 然后看一看 汉字有一个 2 3 4 加一文章的文气 他之外没有汉字了 啊 然后呢 看看句号怎样 123 三个句号 整个文章呢 接下来 不晓得该怎么办呢 可是无诗日文的学友不用担心哦 无诗日文 像你是学餐 餐旅的 你会知道 欧西暴里 Sukiyaki 这个都你的本行 OK Sukiyaki 知道吗 那个酱油跟糖的那个这样 这个弄饭 弄这个肉的东西吗 好 你注意听 Sukiyaki 这是一的音 再来说 哎 去餐厅人家拿一条 那个日本日式的小丝 手筋给我 叫欧西暴里 又是一的音 这个都名词 怎么刚好都是一 还有我们说 哎 你这个螺丝 不要锁太紧 你要留点 Asobi 留点游里空间 OK 留点游里空间 那么呢 或者 你这个 这一根横梁 没有白水瓶 这个哈利 没有水瓶 或者说 我们呢 请人家来餐厅呢 来 来这个 走倡仪 请金门往来 OK 那么呢 Nagashi OK 这些字呢 都是日文的动名词 我们在英文里面 我们记得 我们只要动名词 把ing去掉之后 就会大部分 就会找到它动词的原型了 那呢 日文呢 一样 日文只有五个码 R1 有这五个码而已 算数有九个 零到九 OK 日文只有这五个顺序 啊 的后面就是一 一的后面就是无 的后面就是 A的后面就是O 就好像算数 一的后面就是二 二的后面就是三 三的后面就是四 四的后面就是五 那么八的前面 那两个就是六 OK好 那无视论许有因为了解 充分了解日文的这个原理 你可以等一下看我们其他视频 那了解这个原理的关系呢 因此呢 我们很快的呢 就会知道这个动词原型是什么了 OK 好 那我们就有办法呢 比方说看到这么长的文章 啊 我们有办法知道 比方说我们看到这 第三的这一个句 我们只看到到这里 我们就会看到说 哇 哇 这个哈 这这一这个句里面总共有两个 啊 啊 有123 有三个地方在在跟我们讲 我的后面是名词 OK 然后呢 啊 有三个地方在跟后面讲名词 然后呢 也有呢 一个 啊 两个 三个 也有三个地方在跟我们讲 我的前面是名词 什么意思呢 我们刚才讲过像报告 报告可能是刚才是report 或reporting 在 真的他是动词 要翻成动词 又翻成或者是这样 翻成这个名词 他翻译起来不一样哦 比方说呢 我们说呢 好吃的西瓜 这是翻成形容词啊 但是津津有味的 啊 吃着好吃的西瓜 事实上津津有味的 是不是美味的的意思 对不对 好 那就翻译上就不同了嘛 那会造成我们的理解上就 就会产生不一样的理解 日文也是一样 短短这一句里面 他我们看几个字 二四六八十个字 这十个字里面呢 给了 闪光啊 还有眼睛啊 跟分眩 这些字以外的扣掉一二三四 扣掉你看一二三四 扣掉四个汉字啊 十个字 扣掉四个汉字 这总共十个字 他透露了六个信息给我们 三个信息跟我讲 我的前面是名词 三个信息跟我讲 我的后面是名词 那就那就那就清楚了 比方说呢 我们看 这里呢 他跟我讲我的前面是名词 这里呢 他跟我讲我的后面是名词 所以这个闪光在这边 我们一定可以化成flush 我们可以 啊 我们可以化成flush ok 就是呢 闪光flush 不是flush 因为flush是动词 ok 那因为 啊 我们可以化成 散 有一阵闪光 ok 因为中文呢 他的词类不像日文 日文是怎样呢 很清楚的 我每一个词类都有加上一个记号 我都有记号跟你讲 我是哪个词类 ok 好 那呢 在这里呢 我们就知道这个字 等于说 这个人跟我讲 我的前面有一个人叫做名词 而这里呢 又跟他讲 我的后面有个东西叫名词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 这个闪光在那边是名词 然后呢 这里 这里又跟他讲 这个远近 哦 这里又跟他讲 我的后面是名词 所以换句话说呢 这整个字就起来了 哦 宛如让你的 眼睛会 会昏眩的一道闪光 这是一个闪光 那是前面加一大串 系统纸闪光 什么样的闪光呢 会让你的眼睛昏眩般的闪光 那是很大的闪光 加一个闪光呢 这个闪光怎么样之后呢 比方说这个闪光呢 这个闪光呢 会让你的眼睛昏眩般的闪光 发生这个闪光之后呢 马上的 有一个碰很大的爆炸音 就这样的想起来 突然之间呢 那哈 就这个这样呢 有个东西就被这样呢 噴灰到地上 打到地上了 然后呢 目击者如此的震言 有个目击者看到一个这样的事情 一到呢 会让人家眼睛闪 闪眩的这样的闪光发生之后呢 就听到一个很大的蹦的一声 然后突然之间呢 就会看到有东西被砸到地面 然后呢 目击者说明了他所看到的这样的现象 那无私日文呢 的学友呢 他不是在学整个句子什么背 而是他每一个字都能解 无私日文的学友有办法解这个字 然后解前面这个字 再解解这两个的关系 解这两个关系 解这两个关系 全部都有办法解 然后呢 一个一个全部把它解出来 所以呢 对于怎样呢 这样的文章无私日文的学友 一样可以看懂 那这个有很大的好处 这个是为什么说无私日文学友 我们说要看一下 到底几岁可以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 刚才 这一位是29岁嘛 好 你到无私日文的呢 一样分享系列去查一下 这个 好 到无私人的分享系列这里 然后呢 分享系列 在总分享这里 请把它查一下年龄 29岁就是25到30岁之间 你也可以在30岁之间 没有关系 我们看一下 29岁 好查这个比较比较高您的 查一下 按下查询 按下查询 按下查询就会看到 这些怎样呢 啊 这些 呃 这几岁的学生怎么样啊 我们或者我们看一下啊 像 这一位学友人生第一次音师日检就N2合格啊 他考试的时候 看错时间 读解试道题啊 他来不及做打 他照样合格 他35岁啊 他29岁嘛 119分啊 然后 他怎样呢 总共听课你看300到350小时嘛 OK 啊我们看哇这个是医医药学院他比较会念书 没有关系 我们两倍可以吧 我们两倍一样可以合格啊 或者我们看另外一位这一位啊 他 警察大姐这个我们看一下啊 看这个没关系 这个一样啊 几岁呢 31岁 这个这个我们没有掉到几小时出来啊 看这位好了 这位情义科技大学的啊 然后呢 N2合格 他 换算的合格基准的时间 他达477小时啊 可是问题是怎样呢 他是那个呢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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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470小时 可是他是用很长的时间啊 就是 这个会造成所需要时数更多 因为他密度不够了 啊你看嘛 一天大概1.5小时啊 300天嘛 450小时到一天一一 大概下班时间后的一点 下班时间后的 这个 一天1.5小时 然后呢 他考到 这个 100分啊 合格是90分就合格 他等于多考了10分啊 所以如果你 如果你把它简单换算的话呢 这里的10%应该可以扣掉了 可以扣掉47小时啊 所以他大概呢 就是 大概420几小时合格的了 啊 跟我们所推荐的呢 大概 大概 因为你英文不好嘛 所以就是会比人家 花一些时间 那人家如果250可合格 你英文不好 你可以花个450550 哦 用这样花 那如果你是用450小时 合格N2的话 你合格N1大概900小时以上 OK 大概合格N1的时间 就是你合格N2的时间啊 你可以自己换算一下 或者像这一位哦 呃 看一下他是几岁 对这一位是33岁哦 这个哦 这个 这个是会念书的哦 那会念书的几小时呢 他哦 他花了6个月啦 6个180天 所以他一天大概2小时啊 OK 他在在国外一天2小时33岁 然后因为你是29岁嘛 所以就花了这个时间 好 那我们看一下哦 一样看一下29岁的情形的话 会怎么样哦 因为学习跟年龄是有关系的 我们看一下哦 这里 开始 好 32岁 35岁 30岁 比较近了啦 啊 30岁 看一下 这个是 这个几岁 哦 30岁 欸不对 这个几岁 31岁啦 我们看这一位31岁 是南台科大 他是夜建部 所以我们想起来了 这一位在参加之前就说我非常不会念书 因为而且我是念的是夜建部 啊白天我需要上班 所以呢到学校去大部分都累的已经趴在桌上了啦 不过呢 他花了109天从N2呢 从零几合格N2 那这一位的时数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 这一位啊 他合格的时数 他的合格证书 99分这么多的啊 他的 你看他的 他 这是他上课的整个上课记录表就对了 啊 他把第一本课本呢上了两次了 其他就听过而已 啊 啊 这个基本上课这是加强的复习的时数 他 就是听过而已啦 只有第一次 第一本他听了两次 其他都听过听过就听过而已啦 那听过听过他 反正一路干嘛 因为才109天而已嘛 那109天呢 他呢 总共的上课呢 他上课的 听课423小时 然后呢 然后呢 复习了38小时 所以加起来461小时 可是这一位我们记得他总共600多小时 因为呢 他把其中呢 有一部分他自己拿去背单字啊 我们是不建议的 不过每个人的 反正一样合格的啊 那 这一位呢 他总共花了 对啊你看哦 他自己他自己啊 去 背单字背了162小时啊 那我们其实不是这样建议的 我们是建议哦 各位怎样呢 这个 用听力来怎样呢 啊 我们是建议用听力来 嗯 对 我们是用听力啊 什么意思呢 当各位你看 你连一个斗点都懂之后 啊 像像我们的学友看到这个点 然后前面解码是kiss in 我们就已经知道这个点在这里应该翻译成什么了 而他的动词圆形应该是什么也知道了 ok 那这这个点跟他的前后的关系大概也知道了啊 所以呢 这你看 这四个字有一个颜色不一样呢 那无视日文的这个 颜色不一样地方就是我们在跟各位的对话 请你讲出来 就跟刚才那个s一样了 这个为什么颜色不一样 你就讲啊 因为他在这里是什么词类的关系 因为我可以证明啊 他在这里呢 是个什么词 因为他的前面有名词啊 他的前面有名词怎么样 然后应用把这个这样证明出来就对了 ok 好 那连一个单字我们都懂了 之后呢 其实我们就会进入怎样呢 这个 速听 的一个世界 在这个进入试听之前 我们先会进入亮读 那各位看一下 你看哦 他说这一堂课呢 总共约16分13秒 然后呢 哦 整个那个怎样呢 听课的量是4302字啊 换算起来一分钟大概295个字 一分钟200 295块300嘛 一分钟300 一小时的话呢 就18000字 那18000字呢 经过这样的大量译读 刚才那一位就是有经过 他前面的400小时就在上这个课程 就包含这样的课程 他大概有100 200小时哦 左右都是在上这种怎样呢 这种一小时18000字的课程 那整个上完之后呢 照理讲应该是进入听力训练 那听力训练的时候呢 一开始呢 各位可能用0.8的速度 可是熟悉的时候 各位可以达到2.0的速度 两倍 那两倍的话 刚才是1.8万字 两倍的话就到3.6万字了 3.6万字 每小时3.6万字 我们不要说记得15个百分比 那个太高了 我们记得1个百分比就好了 只记1%嘛 不难啦 OK 你想想看哦 我们1小时要去倍60个单字 哦 那我们要全部记得是百分之百的达成率 可是我们1小时听 3万6千字 只要记得1% 我们有360个字呢 已经是刚才那个的效果的6倍了 那用这种有个好处 不但呢 记得单字多 而且呢 同时的把前后的文脉 跟常搭配的文字都同时记起来 哦 这个是为什么无视论学友呢 人家 要过个N2可能就要读个2年 结果 下班后用个1小时 他一样的就合格了 原因在这边哦 所以呢 我们会建议哦 用怎样 用这个我们建议的方式下去 不过没有关系 反正你自己先合格 合格个N2给自己信心 啊了解这个课程有效之后 再来采用这个依照 尽量依照这个课程学习要领来学就可以了 OK 那 这个都是哈 这里可以调数哈 到时候上课之后 各位去调数就好 那现在这1.0 各位调到2.0 来停 然后你上课之后会注意到哈 这个底下是快闪的字幕 哈 塞修软列 哇 哇 唷 唷 这老师就这么快念过去了 那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课程呢 这里面的这些字 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都跟各位解说过了 所以呢 各位知道了哈 虽然很快也知道 这个在讲什么东西 用这样的经过了呢 大概上一千万字的训练哈 这个要不合格N1也不太可能了 而且这个是真正 你将来在日语学校 哇 在这个料理学校的时候 因为师傅没有时间每次跟你讲两次 可能只讲一次而已 而且一次就要听懂了 那哈 那么 这个 锅碗盆啊 这些呢 勺子哈 这些这些单字都很多单字要背啊 几乎整个厨房的都是单字啊 哦 那单字还好 单字呢就是要背起来而已 但是呢 最最最困难的是造句 正确的造句 那正确造句一定要从正确的读解开始 你想想看哦 如果这样的文章看了半天都不晓得意思 有人念给我听 我们就能够马上听懂吗 那绝对不可能的啦 哦 所以一定要能够精准的理解 能够精准的翻译出来 才知道怎样呢 哦 才知道呢差异在哪边哈 ok 那 我们有这个其他的解说哈 啊在这里哈 请各位去看一下哈 我们看一下哈 如果还需要更多的这个 我会建议再多听几个东西哈 好请各位看一下哈 在无诗日文的分享系列这边哈 有这个吴老师的meeting论哈 meeting论 各位进入meeting论这里会有这样呢 吴诗日文上课的这个样呢 上课的专用机的说明 那个教材的说明哈 那教材的说明呢 就会对着怎样呢 这个 哦 每一本书呢 应该怎么样使用的说明都有哈 比方说我们看一下哈 这里 就会跟你讲说 哦这个是我们的上课的专用平板 那这里有一个文法碑 把整个日文的白话文法 全部浓缩浓缩在这个杯子里 这个杯子就是日文的99乘法表 你只要把这个表背会 就是等于在算术的世界来讲 你就没有不会算的加减乘除了 你一定都会算 因为都跑不出这个范围 那么呢 这里面的课本 这个都是A4的尺寸 嘿 那 这个都是A4的尺寸 然后像这样的书 这种一本大概都1.2公斤 很厚啊 OK 那 就是呢 你参加课子要把这些书上完 大概拿到手 大概十几公斤 有得到20公斤 看你参加哪一个斑别 但是不用担心嘿 不用担心 你如果去看一下 不用担心 如果去看这个 我给你看一个 你去看一个 看一下这个 度假 度假 你看哈 这位几岁 49岁的月学友 他大学国贸的 参加第58天累积地 这个不错 一天大概三个快要三 两三个小时三小时 他说 现在我到哪里都想看老师讲课 连上周末去度假住旅馆 我也带着无视的专用的这个电脑平板 然后呢 月晚时分家人看电视 我则戴着耳机听老师讲课 然后我竟然跟着老师的解说 看完智慧倍增 看到书加上厚厚的那三本 这个是大概54万字 这个系列54万字 他觉得超厉害的 哎 哈喽 58天看了54万字 一天可能看了1万字啊 ok 那 你反正就尽量去去找这个东西 那一个好的线上课程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呢 必须要让各位 能够这样呢 能够想听课就跟这位一样了 连度假都带去 那如果你打上每天 然后会收到这里 这个每天下班 你看他说十文小说整个课 其实每天下班 总是立即开始上课 ok 那做家务时 开着快速记忆机啊 不知不久 我就把静语记起来了 所以呢 这个很重要 刚才我们在另外一个 也是今天的 这恰询的学友谈到 因为他先生是日籍人士 他住在日本 那这个静语就很重要了 因为 这个人际关系也有很大好处啊 这是 46岁香港大学的 ok 你看每天学习日语 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并且是每天最期待的事情 ok 那这一位46岁的 我看这个 同一位 再来 我看 这个 每天都觉得进步好多 实在很棒 40岁 每天下班后 吃完后 就自动想要在书桌前听课 49岁 这里 东海的 或者这里 30岁 几乎每天下班看就对了 30岁的 然后这一位呢 看一下 24岁 每天利用下班听课 这里 47岁的家庭主户 ok 这个31岁实践大学 每天都期待尽快尽早下班 24岁的菲律宾的乔光科大 ok 每天都ok 那 这个一样 每天都只想 27岁南台科技的 每天都只想赶快下班 冲回家听课 夏日也从早听到晚 这个非常建议 因为一天一小时一天两小时 那个都讲真的密度不够 如果假日可能会听的 就是这样听的 除了吃饭不用休息了 他事好不想停下来 因为我们的课不是用背的 我们比较像就是柯南 我们当做侦探 我们是胡文摩斯 然后我们回到1200年前 我们去解 当初呢 浅堂使们是怎么样设计日文的 ok 那在 me team room me team room 里面或者课前执行 都有很多的视频 你可以去找 跟自己年龄比较大的 比方说我们怎么样建议 其他27岁的人 他想去日本工作 他是成大的 那我们怎么建议 或者这个建议20岁怎么样 这个不同的 我们会逐渐把它罗列出来 你就去去点选 跟自己背景比较一样的呢 去推算出来 大概自己呢 读读几小时 就可以合格N1 具备N1的实力 ok 那 有关于呢 你的部分我们就先回到这里 那 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位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